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霍启刚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两人自拍照片 还搞笑留言 线上线下结合 继续死亡视角 只见照片中 霍启刚还是一如既往的身穿简单 但又不随意的T恤 加上西服外套 一会儿自拍 他和郭晶晶的大头合照 一会儿又对着镜子拍下两人身影 一旁的郭晶晶则十分小鸟依人 把头靠在丈夫肩上 紧紧的依偎在他的身旁配合拍摄 看起来非常温馨 戴着口罩都能感受到他满脸的幸福和开心 画面显得十分有爱 一身大红碎花脸衣裙 也衬得郭晶晶非常明艳动人 但宽松的衣裙下 却很容易就会发现他微微凸起的腹部 一时间引来无限猜测 这是又有小宝宝了吗 照片中 因为是对着镜子自拍 不排除是因为镜子的原因 造成他的腰部看起来有些粗壮 就像怀孕了三四个月的孕妇 但如果真的怀了小宝宝 那可就是他的第四胎孩子了 身为跳水冠军的郭晶晶 自从2012年嫁给香港富豪霍英东的长孙霍启刚后 两人的感情一直十分恩爱 结婚不到一年 郭晶晶就为霍启刚诞下第一个男婴 四年后又生下一个女儿 正好凑成一个好字 又过了两年 在2019年 十年近38岁的郭晶晶 再次生下一个女儿 如今 两人结婚八年 一同孕育三个孩子 两口之家也幸福变身五口之家 除了婚姻甜蜜外 霍启刚和郭晶晶的 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 也十分令人称赞 虽然身为豪门后代 但两人教育起孩子来 却非常接地气 完全没有半分有钱人的架子 郭晶晶会亲手教儿女 为丈夫及公公做蛋糕 霍启刚则会和儿子一起研究厨艺 共同完成一道菜品 不管最后好不好吃 也要求儿子要和妈妈及妹妹一同分享 有时他又会和妻子一起带着儿子 参加公益跑步活动 甚至 他还会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香港乡下 教育孩子要保护环境 并带着他们体验农民插秧的辛苦 相信在这样的教育下 霍家三兄妹都会非常懂事 聪慧 坚韧刻苦 作为香港顶级富豪家庭霍家的长孙 就读牛津大学 曾多次被提名青年偶像的霍启刚 是无数女孩子心中梦寐以求的钻石王老五 相比于他的两位弟弟 霍启刚成熟稳重 早早懂事 更多了几分家庭的魅力 能入霍启刚之眼的女子 也绝非是平常之辈 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名叫吕庆馨 吕庆馨是香港富豪吕名才的曾孙女 彼时就读于康奈尔大学 酒店管理专业 可谓是要家事有家事 要长相有长相 要学历有学历 两个人走到一起 也算是门当户对了 吕庆馨在自己20岁的黄金年纪 遇上了霍启刚 与后来那些想要称霍启刚热度的女人不同 吕庆馨跟霍启刚的感情 还是比较纯粹的 可能当时两个人都比较年轻吧 并未将爱情与金钱地位等话等号 霍启刚爱上吕庆馨 还有可能因为一个原因 那就是吕庆馨长得神似霍启刚的妈妈 还被港媒称为翻版朱玲玲 2011年 霍启刚即将大学毕业 跟吕庆馨谈了整整两年的恋爱 而这一年 两人的感情走到了终点 吕庆馨恐怕早已察觉到 霍启刚的不安分 于是决定放虎归山 纵想花红柳绿 两人和平分了手 而对于前女友吕庆馨 即使分手多年 霍启刚跟她的私人感情还是很好 甚至将儿子霍中西送到吕庆馨 任副校长的宝山幼儿园 每年单是学费就要17万 霍启刚的第二任女友叫卢田二 毕业于美国东北大学 主修平面设计 父亲卢润森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法律系 是香港南华体育会的主席 卢田二也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2002年 霍启刚与卢田二在酒吧喝酒 被媒体拍到了亲吻照 顺势公开了恋情 时间刚过去两年 就在媒体以为霍启刚跟卢田二相恋甚欢时 媒体拍到霍启刚与郭晶晶在酒吧依偎 紧接着霍启刚亲口承认 卢田二早已成了过去史 她的新女友是郭晶晶 霍启刚说 与郭晶晶在一起就是初恋的感觉 不过有江湖消息称 霍启刚虽对郭晶晶痴迷 只要郭晶晶电话一到 便立刻放下手头事情 离开大队独自跟她谈心 可是跟郭晶晶恋爱期间 霍启刚的绯闻不少反多 2004年11月 有媒体采访赵薇 问她和男友汪宇的感情 赵薇失落地表示 自己不再想提到汪宇 而异性在她眼中已变得不可理解 而紧接着媒体拍到失忆的赵薇 竟然成了霍启刚的女伴 两人常常深夜唱KTV 甚至开心 但当记者询问两人关系时 赵薇和霍启刚都表示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纯洁的 亲密交往更是无中生有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2006年 霍启刚被曝光劈腿李其文 相比于郭晶晶 17岁出来混娱乐圈的李其文 身上的社会气很重 她为了能红 曾在节目中吃虫 穿着暴露 2004年 在雅典奥运会上 李其文代表亚士采访霍启刚 霍启刚从此入了李其文的眼 李其文为了讨好霍启刚 陪她看球赛 彻夜狂欢 而霍启刚也被李其文哄得开心 两人被记者拍到 依偎着狂欢 2006年 世界杯赛事当晚 霍启刚又找到了李其文包下酒吧 看球赛 两人搂着格外亲密 彻夜狂欢 被媒体拍到后 有媒体甚至称 霍启刚有悔婚的意思 当媒体采访李其文 李其文称 自己根本不认识霍启刚 但她说自己条件各方面 都要比郭晶晶优秀 意思是 霍启刚根本看不上郭晶晶 2010年8月 霍启刚又跟美女主播赵同产生了绯闻 而这位美女更厉害之处 在于自己的前男友郑志恒 就是霍启刚的好朋友 赵同有翻版孙燕姿之称 又有人说她是翻版蔡少芬 赵同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被拍到与霍启刚的绯闻 突然大火了一把 赵同同样是个社会气息很重的女人 经常跟霍启刚出入KTV 据媒体报道 霍启刚曾多次让赵同 以她女友的身份陪同左右 有人问霍启刚 她跟那个女孩是什么关系 霍启刚狡黠一笑 晚上活动结束后 霍启刚和赵同转战唱歌 往往唱至第二天凌晨再离开 而当媒体采访赵同时 她表示自己只是霍启刚的红颜知己 并不会干涉到她跟郭晶晶的关系发展 不管霍启刚怎么浪 郭晶晶很少对她的感情评头论足 更不会像有的傻女人一样 做出公开威胁甚至逼宫的事情 这些霍家人都看在严厉 有记者采访霍振廷对郭晶晶的看法 霍振廷笑着说 自己支持跳水 似乎已经接受了郭晶晶 2010年 有媒体拍到郭晶晶带霍启刚回北京见家长 而早前 霍启刚的母亲朱玲玲 也早已经表达了对郭晶晶的喜爱 2012年11月 霍启刚跟郭晶晶结婚 如今 郭晶晶还带着霍启刚上综艺 两人勤俭夫妻赚得了一方美誉 霍启刚对郭晶晶满脸崇拜 似乎真如同她当年所说的那样 她真是爱上了这个女人 纯粹而认真 希望郭晶晶和霍启刚一家五口 能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 真的有好消息的话 也不要忘了及时和大家分享哦 不客气